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應該在上兩個星期 在這裡做一條影片讀了一篇由一個劉港媽媽寫給我的電郵 說到她兒子今年考DSE工社科 考完之後就跟媽媽說 她真的掩著自己的良心 然後就做了幾個小時的小粉紅 應著這個考題的需要去回答 為求過關 後來也有一位中學同學劉宗賢 說她在工社科的時候上課老師教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大家在說謊 這條影片引來相當大的反響 不少的朋友都留言給我 為什麼還要留在香港 為什麼要接受洗腦教育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每人的處境都不同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的 後來有一位劉港媽媽寫了一個電郵給我 說她兒子不是今年教DSE 兒子還是很小 說初中 那麼究竟如何面對這個洗腦教育呢 我覺得這個電郵 這封信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就已經問准她了 又是隱藏私隱的前提下 和大家讀出來 稍後回來會詳細說一下這封信說什麼 各位 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是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 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一下我用的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留港的媽媽 留港的家庭 留港的學生 大家都要留意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香港搞了一個叫做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由李維琼子穿和服那個 就是民建聯的 現在就做了人大常委做組長的 他統領不知十幾二十個部門 就搞這個愛國主義教育 本來呢 中國大陸也搞了這個愛國主義教育的法 香港說不用跟和 因為一國兩制 但是就搞這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我們預計呢 他出來見記者 就說 就是要用什麼軟性方法 因地制宜 去推廣愛國主義 我相信 今後呢 鋪天蓋地 無孔不入的愛國主義呢 就會在你的小朋友 學生的面前 會出現的了 什麼都會包含下去的了 如果你在香港接受教育的話呢 你是沒有辦法去迴避這些鋪天蓋地的愛國主義 一說到愛國主義呢 那當然是宣傳來的了 當然是說國家有什麼好 當然是由這個列強欺凌開始說起 那我去想起讀歷史 在英國我都在這裡說過的了 最近也看到一本書 說什麼叫做歷史 什麼叫做歷史呢 在英國就很清楚的 告訴大家 歷史呢 當然是當權者寫的 第二呢 他也不是說當權者 因為英國也有一些獨立的學者 他說是歷史學家自己的喜好 他怎麼看那件事 當然他要憑一些事實去寫 但是怎樣去解釋呢 怎樣去展示 那個歷史的事件呢 每一個歷史學家都不同的 所以呢他叫人讀歷史的人 包括小學生中學生都是 聽一家之言 就是一家之言 不要當那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事實 那麼英國的教歷史就是這樣的 那麼你在中國大陸的教歷史就不是的 將它扭曲又扭曲 扭曲完之後呢 就是完全有利於執政當局的歷史 他才會寫下來 不利的那些全部刪去的 那你愛國主義教育就是這樣的 公社科裡面也是教外國主義教育的 好了 說回這個媽媽寫給我的電郵 都非常之長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非常之喜歡你的讀者來信環節 每次聽完心裡都會感到一絲絲的溫暖 因為我知道原來香港人都會 仍然會在不同的地方 為著自己的信念而努力和堅持下去 他說最近在你的讀者來信環節裡 都聽到一個流港媽媽的故事 令我是非常之觸動的 其實我也是一個流港媽媽 現實上種種環境令我成為流港媽媽 因為我家裡沒有BNO 第一 第二 也都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 我們一家參加澳洲加拿大的舊生亭計劃 於是呢 我就唯有做另一位流港媽媽了 我想香港人很多這些處境 所以麻煩那些 越來越黃的那些 鬥黃的那些黃絲 就不要一下子就說 你都傻的 留在香港 活該你死吧 就是不要說這些 OK 每一個人的處境都不同 拜託大家 好嗎 你走得掉 你走了 那你不要去 去罵那些不走的人 我聽完之後都火都來了 有關你差事嗎 別人不走 是不是 OK 然後他就說 你早前提到那個流港媽媽小朋友 今年就考DSE 他說我家裡的小朋友 今年就是二年級而已 二年級 二年級是小學 不是初中 不好意思 剛才說錯了 他在2019年 剛剛才進入幼稚園 他說我們可以肯定 他對當時的社會事件 不可能有概念 就是好像現在 這些年輕人 八九六四 什麼來的 有些人還沒出生 有些人剛剛出生 剛剛出生都不年輕 八九六四是什麼來的 沒有概念 如果不是父母 還是留下的那些 那些資料 那些資料現在 二十三條之後 不知道有沒有危險 我說了 不知道有沒有 是不是 蘋果日報留下 都說大家都說很害怕 最好就是扔掉他 為安全計 不是我說的 守直護法說的 八九六四的資料 扔掉他 當然是 是不是這樣呢 不可能有概念 對於2019年 就在社會事件 剛完結的時候 那個完結是括著的 他說我都可以預視到小朋友 未來是面對洗腦教育的了 他說那時候開始 我就會想 會想 與其被人洗腦 不如我首先將他洗腦先來 去抵抗 他読讀 是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 你看看這個媽媽 其實是很苦心的 他做這件事 其實我又覺得很艱難 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說當時我會盡力借 或者買一些繪本 或者圖文書 包括動物農莊 禁止黑暗的國王 老鼠國等等 對小朋友去解釋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獨裁統治 或者是法治 透過繪本的圖書 我家裡的小朋友大概會了解到 我們身處現今社會的荒謬 除了這些人 人物傳記 也是一個認識歷史的好機會 我非常喜歡看名人傳記 記得一次 小朋友就問我 他說 為什麼這本書 說海倫海立 第一個會說的字 是Water 另一本書 就是說Hello 可能大家知道 他是天生殘疾的 又看不到又聽不到 於是我就解釋 不同出版社 對過去歷史會有不同的處理的手法 所以我們不能夠完全相信 要小心求證 然後才可以了解真相 這個媽媽 這種歷史觀 或者這種教歷史的方法 就真的好像是英國的教法 就是他開宗名義 不要相信歷史書所說的 很多都是不盡不實的 那相信什麼 相信自己去求證 看多幾本 你說歷史上說這個是壞人 究竟這個是不是真的壞人呢 因為後世寫的 這個是反國王的 所以就說他壞人 但是後來 再過後世後世之後 這個變成好人 為什麼會這樣 另一方面 我認為要好好學習英文 真是有遠見 因為很多五毛小分紅 有些人說他二十個個字母 認識到十三個已經很厲害 對不對 他根本語文的水平很低 於是只看到中文的報道 就以為很厲害 撿到報道 但實際上 他能夠開闊一點 現在互聯網這麼發達 上一下美國電視新聞頻道 英國的新聞頻道 那就了解多一點 但他們不會的 他只是信文匯大公 這位媽媽說 認識力英文是世界流通的語言 當本地資訊真假難免的時候 唯有靠外媒去了解世界 我覺得他想法很通 不過慘的地方 就是他仍然被迫留在香港 了解身處的環境 因此 有一定英文水平去聽 以及看這些資訊 是必要的 所以我和小朋友 半讀英文圖書 多聽YouTube的故事書 雖然不知道這樣洗腦的成效 但我相信 種子會埋在小朋友的心裏 直到一天會發牙 這個媽媽的方法 是很好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起碼 將一些抽象的概念 獨裁統治 人權、法治、民主這些概念 你今天在香港讀書 是不會教的 是不會教的 教是犯紀的 大家知道 這些概念 甚至可能認為這些是不好的 又或者 他覺得 中國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 他覺得民主就是這樣 人民民主專政 就叫做民主 你要將這些概念 一早令到小朋友去明白 什麼叫做真正的民主 當然民主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是有的 但是不會是 去選一個特首 在一個小圈子裡面 去選出來 那個就叫做民主 不要說那個叫做民主 那個 那個是獨裁統治的一個部分 由一個專權的國家的領袖去選這個人 然後大家要舉手附和 這些概念 這些那麼抽象的概念 是會在小學中學幼稚園 今天的教育裡面是教的 現在媽媽 優先就教了他這個概念 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 接著很重要的 學英文 如果你英文 讀寫講 全部都是流利的話 全部都是可以的話 你的眼界就開闊了很多 不會像一隻獎底之蛙 這個很重要 好了 他說小朋友 在小學 從幼稚園 面對的國安教育也越來越多 老實說 小朋友在學校的時間 是會多過我對著他的時間 學校小孩八個小時 我每天都沒有八個小時對著他 令我很氣餒 直到一天 他主動說 他跟我說 學校 叫他們 叫家長去投票 哈哈 完善了立法會選舉 完善了區議會選舉 而當時在街上 附近 正好有禮二廉的海報 大家知道是哪個海報 禮二廉 沒有了一個字 沒有了一個齒字 他對著我 指著海報 小聲地說 他們欺騙人家 當時我內心笑了一下 小義 我再跟他說 我們回家再說 他說 我知道埋在他心目中的種子 是發了牙 我感到高興 和有希望 但同時都教導他 要好好保護自己 有些說話是不可以公開說的 以免麻煩上身 我就替他淒涼 從這個角度 前那位 劉港媽媽都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兒子 一定要內心一套 去答老師的問題 考DFC的公社科學卷 是另一套 內心一套 和跟我聊天 都要小心翼翼 是另一套 是不是 內心一套 和回應老師 都是另一套 和朋友聊天 都是另一套 其實 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 我說年輕人 尤其是現在 這是小朋友的小意 不要公開說 會有麻煩的 他是很辛苦的 因為你不能夠 暢所容然地去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 你問吧 究竟他可以跟什麼人說呢 騙人的 除了跟他媽媽說 跟他爸說之外 可能連親戚都不敢說 連朋友都不敢說 連同學都不敢說 那種壓抑 你說是不是很重要 他身處這個環境 這位媽媽說 我是逼不得已的方法 未來的路 應該怎麼走 我也不知道 這種抵抗小朋友的方式 是否有效呢 能不能夠繼續有效呢 也是未知之數 我只能夠說 見步行步 只求小朋友長大之後 可以做一個明辨是非 和善良的人 她說完之後 有如釋仲父的感覺 多謝你的寶貴時間 最後祝你家人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另一個劉港媽媽 這個媽媽是很苦心的 這個媽媽也是用盡她的方法 希望小朋友 最後這一句 長大之後 做一個明辨是非和善良的人 很難的 明辨是非 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 是我的核心價值 我教小朋友都要 清清楚楚 是同非 不要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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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算吧 知道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做一個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 是很重要的 不要做壞事 不要害了人 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的香港 今天的教育 能不能夠令到你明辨是非呢 以家長一人之力 以媽媽一人之力 可不可以對抗到整個制度呢 正如他所說 在學校洗腦八個小時 回到家 你能對抗他八個小時嗎 有些事情真的很氣餒 我聽過這個故事 我都好像說過 在小朋友讀小學 又是在那個小朋友讀小學 不是這個小朋友那麼小 在2019年讀小學 已經是到現在四五年前 現在升了上中學 2019年讀小學 他就看著事情發生 看新聞 爸爸媽媽就告訴他 說警察很殘暴 對年輕人 他很憤怒 但是 接著事情結束了 因為他升到高小 接著到初中 回到媽媽 跟媽媽說 媽媽我參加了升旗隊 媽媽也嚇了一跳 為什麼 升旗隊很好 老師說你很自豪 又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洗腦教育的威力很大 做爸爸媽媽其實是很無奈和很無力的 你繼續留在香港 你沒有辦法 你就要接受這種教育 這種抗衡 對小朋友來說 是磨心來的 究竟 他是不是完全不相信老師說的話 如果在學校接受教育 不相信老師說的話 是很痛苦的事 內心是很掙扎的 就怎麼辦呢 就像這位媽媽說的 是迫不得已 未來怎樣 是否能夠抵抗洗腦教育 是否有效 全部都是不知道的 全部都是未知之所 我在這裏 我不是好像有些人說 這樣 很快去下一個評斷 去評斷別人做得對 還是愚蠢的這樣做 我不去評斷別人 我不喜歡這樣評斷 因為每一個人的處境 每一個家庭的處境都不同 不過我在這裏 就跟這位媽媽說 是很艱難的 你要有心理準備 每一天 你兒子回來說 參加了升旗隊 我不是嚇你 或者 你兒子回來 哭 跟我說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或者頂不住頸 跟老師說一些這樣的事情 他回來很擔心 會不會有後果 大家記得嗎 在一個中學生留言 在學校考工社科 在學校考工社科 開始教的時候 老師 他知道老師也是掩著良心教 他也掩著掩著良心學 不過老師突然說 啊 同學 各位同學 你們答卷有一個同學的內容 是有機會觸奮到宇宙大法國 害怕嗎 真是害怕 你不知道這條線在哪裏 我不是嚇你們 不是反賣恐懼 而是 這確確實實是 真的發生過 發生著 亦將來會發生 越來越艱難 現在正在做鋪天蓋地的外國主義教育 工作小組 不能避免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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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底有法的頻道 請留言 按讚 按讚 訂閱 按鈴鐺 按鈴鐺 要選擇全部 然後才會有新片相片 通知大家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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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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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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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